可恶的臭兔子上次居然带着伙伴一起来揍我 俗话说得好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 今天我化身成了上帝 而且拥有创造人的能力 等一下看我怎么好好的创造一个兔子的 这边首先先选择一个性别 像兔妹妹那么眉清目秀 貌美如花 天生丽质 那肯定是一个男孩子了 接下来就是颜值 话说他有颜值吗 如果要是让我给他打分 顶多打一分 算了 还是给他来一点点吧 不然到时候出门把别人给吓哭了 那就尴尬了 再接着是身材 这个怎么来做呢 我知道了 他有一个水桶腰的魔鬼身材 像这些标准肯定不够啊 看我再接着用木栅栏 给他往上加几层 然后里面全部都给倒满 嘿嘿 这样一出声 他就变成了一个大胖子 到时候千万不要感谢我呀 然后下一个是粉丝 伙伴 你们说 这个给多少呢 算了 就随便放一点吧 完了完了 一不小心 还给放多了 最后一个就是沙雕了 像他这种一加一都能算错的人 伙伴 这项你们能给他打多少分呢 要是我的话 那绝对给他打满分了 全部都给他倒满了 嘿嘿 沙雕气质这块 绝对让他拿捏得死死的 OK 所有的都创造完了 那我们来生成一下 不是吧 我怎么变成了一个大胖子了 而且这声音怎么还变了呢 嘿嘿 怎么样 现在的这个身份还喜欢吗 臭小米 赶快给我变回来